各位好 我是联合大学 能源工程学系 能源中心的薛康林 在这个单元跟各位介绍 电网电力的传输 那在这个地方呢 整个目前台湾状况 那个电厂来讲的话呢 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那第一类就是 核电与大型火力发电 它通常输出的那个电压是 345千瓦 千伏这样子 那中型的火力跟水力发电厂呢 大概是161千伏 那小型火力跟水力发电厂 是69千伏这样子 那主要的客户 它用的这个这些店呢 用的客户来讲的话 大概可以分成三类 一个是高铁捷运工业区 科学院区 它可能用161千伏 或者是69千伏的这个电力 还有小中小型的工业区 大概11.4或是22.8千伏 那我们的住家来讲 一般来讲就是220跟110伏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整个电网就是把这些的电力 那传输到这边的用户来 那这个呢 它比如说高的那个 大的大型火力发电或核电 它345千伏的呢 它透过一个超高压变电锁 可以把这个电压呢 把它转换变成低电压的 较低161千伏 那配合这个中型火力呢 给高铁捷运这些用户用 它同时呢 也可以经过这个一次的变电锁 再把160一呢 转换变69千伏 这个配合这个中小型 小型的 这个小型的火力发电 或水力发电厂呢 这个变成69千伏的这个电力呢 那有的是给那个科学区用 那这个呢 真正到中小型工业的话 它就要经过 那个所谓的一次配电变电锁 这个可以把那个69 69千伏的呢 变成22 或是11千伏这样子 或者是二次变电锁呢 这个地方可以继续再变 把它变 这样给那个中小型的工业区 然后再经过变压器 就一般到电线杆 然后到我们的住户 附近的那个变压器 就是把那个21 或11千伏的呢 变成220 或110的呢 到我们家里面去 那这个是整个 它那个电压 那个产生 然后到用户之间 它的一些速配电 大概是 大概的基本架构是这样子 那在我们台湾呢 这个105年 它的超高压系统 也就是指说 345千伏的 这个大型的核电 或是水力收据发电 这边我们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 核电 那个煤炭火力发电 或天然气火力发电 那水库现在其实 它的电压是比较低 不过它是 整个做个小的 那个电压的稳压作用 所以调节其实很小 但是我们也把它 一起放进来看 那这里呢 我们整个核电来讲的话 大概有核一 核二 那个核四 在龙门 还有核三 这样子 这四个核电厂 那在 那个蓝煤的 大型火力发电的话 有在北部的 邪河 大潭 还有台中的火力发电 还有新达 在南部 那那个天然气的话呢 就在东部一个和平 还有麦寮 麦寮 这两个地方 这样整个呢 构成一个大的 那个大型的火力发 大型的那个发电厂的 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大部分各位可以看 都集中在北部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北部工业区用电很多 这样子相对的 它建置在北部 那这些呢 那个在明潭大观呢 这两个是一个 水库抽搐发电 做一个电压调配 其实它并没有 已经不够做能源的调配 电源的调配 因为现在呢 整个台湾的用电量呢 大概是35GW 它本身除电量 在这个 这两个明潭大观的话 它只有两个GW 所以其实是相对的小 这样子 那这些呢 整个造成了 它整个台湾的那个大型 超高电压的那个 配电系统 这样子 那它为什么 所以说这个配电系统呢 它就是要高电压 我们实际上真正用 比如说家里面只用 220 那110 或是说那个 小型中小型工业区 那个 只用到122 或是11千V 那为什么我们真要做到 345千V呢 这高压电 那主要原因是说 传电的这个功率 我们可以用这个 等于是电压 乘上电流 传电的功率 等于是电压 乘上电流 但是在这边 它从一个火力发电 传出去的时候 它会造成一些电压损失 就我们从欧姆定律 等于是电流 乘上它的电阻 所以说从传电的功率 来讲的话 同样的电流量的话 那我增加它电压的话 它增加它输出功率 相对的呢 我也希望它减少 它的电流 为什么呢 因为减少它的电流的话 就减少那个 传输的电压的损失 所以说呢 为了减少 它传输的电压损失 因为这个电阻 没办法改变 那所以说减少这个 那减少这个 这I就减少了 但是呢 我增加它的E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输出 同样的电功率 但减少它的电压损失 总共能量 还是传出去那么多 那这个呢 它的电压的变化 就是透过那个变压器 来做升降压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 那就是整个电人呢 都是以交流电的形式 送出去 这样子的话 可以透过变压器 来做升降压 这个单元的重点呢 是让大家 各位知道一下 那台湾的发电 输电 配电呢 大概有一个 大开的状况 还解释 345千瓦 这个超高压电网 它的原因 那个它在台湾的布置 那为什么用高电压 交流电的原因 viktigt 那么 很容易 的 不 我 要 finns